要问哪艘航母最委屈金刚狼和黑雕 一定会站出来一边抹眼泪 一边呜咽着说 为什么别的航母都能够在大海里面 自由的航行就咱俩 只能在一座湖上面开一开呢 但要问谁是最没有资格 却被破格录取成为的航母呢 还是他俩 因为当别的航母都在烧柴油 用螺旋桨的时候 只有他俩还在烧着煤滑着桨呢 怎么回事 原来他俩的前身 都是运营在美国五大湖区的明轮邮轮 最大的特征就是 位于船身两侧中部 用蒸汽驱动的外路的大将轮了 非常有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 在没有被海军接管和改装之前 他们的任务就是把尊贵的乘客 从芝加哥带到其他各个港口 之所以用明轮 也是出于提供更好的稳定性与舒适度 然而随着1941年 日本偷袭珍珠港 情况彻底变了 美国海军需要在太平洋上 部署更多的航母 当然也就需要更多 能够在航母上起飞和降落的舰载机 飞行员了 找到合适的工具训练 他们至关重要 而这两艘豪华邮轮就非常合适 船身不大不小 改装不上甲板之后 长度正好是当时大量服役的 轻型航母的三分之二左右 对于让飞行员掌握在较短的距离上 起降的技术大有益处 于是他俩就成了特殊的内湖航母 到了1943年 大约每天都有100名飞行员 在这里接受训练 整个服役期间 他俩加起来 一共迎接了11万6千次的飞机起降 训练出了17800名飞行员 可以说是绝对的幕后英雄